Hello 大家好 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看看留言包 我们昨天的一个视频大家都非常踊跃的留言 然后很多朋友留言只是让我们看了就感觉 哇 说的真的太对了 所以今天我们在这边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所以这些朋友大家都说了什么 那第一个朋友呢 他说 看完你们的节目只能说我一定要勤读圣经 圣经是不会错的 但传道的有可能错 只有自己熟悉神的话语才能分辨 人的话语 没错 这个其实是我们一直在传达的东西 就是你一定要亲自去跟神建立关系 一定要亲自去看圣经在讲什么 你不要只听懒人包 你不要只看懒人包 常常基督教有很多网站 它说什么 五分钟内读完圣经 五分钟内读完什么什么东西 五分钟你什么都学不会 然后你什么都不知道 圣经里面讲什么东西你根本就不知道 你还不如读童书 就是圣经的那个童书故事 为什么我们要真正去读圣经 而不是去读那些人家已经整理出来的东西 其实就是因为那些都是别人的看法 然后我们要看的东西 是真正神要给我们的东西 所以说基督徒一定要自己亲自的去看圣经 然后不要觉得说我星期天有去听讲道 然后呢我有参加小组茶经 这样就够了 你一定要自己花时间去看圣经 然后就是当基督徒 好像就是你要一直不断的去看这个东西 因为每次看都会有新的不同的感受 每个阶段不同的圣经的章节 对你来讲都会有不一样的帮助 对所以就像那个时候 我刚受洗的时候也是 我说也受洗了 那就等于万事大吉了 因为我终于找到一条通往永生的道路 对不对 我说那我这个生命的问题解决了 那我不就万事大吉了吗 后来他发现说 哎呀不是那么回事 一受洗了 真的只是一个刚刚开始 对 而且这个开始呢 是对基督徒来讲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就是个人了 我是不太会去看很多属灵的书籍 因为我没有说特别感兴趣 就是说如果说像见证那些 是我刚刚信主的时候 我是很喜欢看各种各样人的见证 因为那样会帮助我来确定说 哦原来真的有神 就是这个见证不光是我一个人有 大家都有 那就证明神是真的 你知道吧 当时刚刚信主的时候 是要通过那种方式 去做一个confirmation 但是后来的话 我就完全不需要了 因为我已经很明确 就是知道有什么 那如果通过自己来读圣经 不要去看别的 因为我发现很多属灵书籍里面 其实他们并不是说的完全对 就在我读圣经的时候 我自己会发现 他们里面会有一些 你说也不是什么特别大的错误 也没有了 但是会有一些小的方面 的确是写出那个人个人的理解 他给你掺杂进去了 所以你在自己读圣经的时候 你就比如什么五分钟速成 就这么一小节 两小时能研究明白 算是不错的 我觉得那就已经是很棒很棒了 所以真的是自己看圣经 不要听任何人说的话 传道人说的话 的确有可能是错的 因为圣经这本书 它实在是太难了 它不像说你小学的数学书 好 就是大学的危机分好了 它不是这样一个东西 说你学会了 你就是学会了 我们永远都有新的领受 所以不要单单靠着一个人 或者是单单靠着一个机构 或者单单靠着某一本书 名书籍去理解这些东西 真的是要自己去完全的 从神那边来领受圣经里面 写的到底是什么 然后从圣灵那里面 给我们得到一些启示 我觉得很重要 最主要是你要看圣经 然后看里面是在讲什么 我不是说导读那种东西不好 但是导读这些东西的话 也是别人的看法 还有别人的看见 最主要是你自己的看见 然后你自己要干什么 你跟神建立关系 才是最重要的 那你真的要了解神的导 神的运作的方式的话 或者还有说 神希望我们怎么样 运作我们的人生的话 真的要自己去看 是 好 第二个这个留言 我觉得没什么必要 但是Ether非常喜欢 那你就来读一下吧 对 他说 你们这群人 包含主持人 真是有病 看了医生再来吧 哈哈哈哈 你怎么那么开心啊 就在骂我们 你不觉得我还蛮喜欢挑 就是在骂我们的留言吗 或者是怎样 对 那这个是比较肤浅的一点 这个就是 你有病 然后也没说什么东西 之前的话 像我们讲到什么共产主义的时候 有些支持共产主义的人会过来就是讲说什么 你们根本就不知道 你们根本什么都不懂 你们什么什么什么 共产主义好社会主义怎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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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种东西我觉得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互动的一个方式 然后可以趁着那个机会讲一些 我一直想要讲的东西 那这个东西 我是纯粹觉得好笑 因为我们现在 像说我们反对疫苗 然后我们反对共产主义 然后反对 乌尔这个 习米 乌米 我们反对乌米这个新的市长这个东西 很多人会觉得很奇怪 然后 包括像我们反对堕胎啊什么之类的 对对对对对对 这种家人观其实在年轻人里面能够接受的不多了 对那他们就会觉得说你们有病 那其实不是我们有病 是这个社会生病的 这个社会真的是生病的 然后我们会把这些这么邪恶的事情当成是一个正常的东西来看 然后呢 你反对这些东西反而是一个不好的 反而是一个应该要被攻击的 反而是限制别人自由这个东西 这个人的看法看的话 真的 这个社会真的是生病了 但是很不幸的 我们这个社会的医生不是耶稣 不是耶和华 是Dr. Fauci 所以说他才会说看了医生再来吧 我们就是要选择说我们要怎样得医治 你是要得到那样的医治还是 没有所以这样的话就是也是给我们一个提醒 就是大家真的要一起加油 我们要去翻转这个世代的文化 真的真的真的不容易啊 你看撒旦真的是 透过各种方式来给人灌输 这些不正常的东西让他们变成常态化 你看就像我们从小就我们这一代嘛 从小就看到那些歌星影星的穿的很少啊 然后经常做出一些不堪入住的动作啊 然后来让大家跳舞唱歌啊 怎么怎么样的 中国大陆也是吗 我们中国大陆看的都是你们台湾的那些 像我小的时候看的全部都是台湾的明星啊 因为那个时候全部都是呀就是台湾的明星都将大陆里面来宣传来干嘛呢 所以你说其实不管是在哪吧 全球可能大概都是这样一个文化的形态这样去走啊 所以大家已经觉得说已经没有什么羞耻的感觉 已经觉得说做台是好的 做台是棒的 然后已经是觉得说啊我这种那个穿着暴露的 然后去唱一些那种歌跳小舞 那这是没有关系的 然后上黄色网站好像是有点羞耻 但是也是没有关系的 就是现在已经变成了这样子的文化 说实话真的要去扭转 真的不简单 但是你看有没有必要 真的有必要哈 像我们昨天节目里面哈 我说我们都是有理有据的吧 说的都是实话对不对 但是很多朋友呢 就是把这个实话跟人身攻击 其实在分不清楚 就是说如果你说了实话让他不高兴了 他就会用人身攻击的形式来骂回来 但是这个根本就 it doesn't make any sense 因为我们都是成年人 可以要做到一个就是论事 就是去讨论这个事情 你是怎么看我是怎么看 为什么这样我认为是对的 为什么这样我认为是不对的 我觉得要做到一个理性的沟通啊 而不是说一生气了你有病你有病 好下一个 以前大家庭孩子都是散养 或者是说天养 虽然那个时候孩子从小没有受过正规的教育 但是那时候的中国人的道德水准远远高于当下 可见教育程度和道德水准是两码事 学习知识和学习做人也是两码事 这就跟你刚刚回答的那个东西基本上是一样 是啊 而且你知道其实我觉得我很惊讶的一点是什么 就是我外公以前跟我讲过一句话 因为我当时买了我人生中我上初中的时候买了我人生中第一条破洞的牛仔裤 啊 那个那个 那两个腿上就都都破的是洞了 然后那个时候我就觉得很开心 因为那时候是teenager嘛 然后感觉说我好潮我可以穿这种破洞的牛仔裤 然后呢那时候也比较瘦 所以我就会买比较短的上衣 然后那个露一些肚子什么的这样的 你知道我外公看见我外公说什么 他就觉得我这种穿着啊 他是十分看不上的 他就说像我们年轻的时候啊 他说我们有一句话叫男不露脐女不露脾 就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男的再怎么露也不能露出肚子 女的再怎么露就是这皮也都不能露出来 然后我当时就听完挺生气的 我说那夏天热怎么办呢 他说那也不行啊 他说要是露的话就只能在家里嘛 你就不能上外面到处走来走去的嘛 啊 所以我们就看到说这个从他们那个年代 我外婆跟我外公年轻的时候 大概是60年代的时候 那个时候中国还是说什么男不露脐女不露脾对吧 但是到了200几年我上初中的时候 那个时候市面上其实就开始卖很多 像那个露脐妆啊 或者是有段时间特别流行那种很低腰的裤子 非常低腰的裤子 就是你可以看到屁股的上半部门 骨高 对 那种裤子 所以你看就是短短的几十年之内 人们对这些东西的认知 是不是一个飞速的一个飞跃的一个变化 是非常非常不一样的 对啊 所以你说教育程度跟道德水准真的是两回事 我们可以看到有很多农民是非常质朴的 他们就算再怎么行 他们不会偷人家的东西 但是你就算看到很多有钱人 他们还是会去编很多谎话 为了一些利益 然后去做一些非常不齿的事情 我完全同意你刚刚说的东西 因为有钱人更会转漏洞 我相信大家都知道的事情 教育程度越高的人 越会觉得说我转这些漏洞 然后别人抓不到我 然后呢 我可以这样子 然后还会觉得我比你聪明 但是其实以前的话 像我阿公那个年代的时候 他真的就跟你说的一样 就是他们不会去做坏事 他们觉得做坏事是羞耻的 他们也不是基督徒哦 对 他们也就是觉得说 哦 没有什么老天爷或是什么之类的 对对 他们就是觉得说 啊这东西不要做坏事 那全村里面 然后那时候那个community那种感觉 然后呢 大家发生什么事 如果小孩子偷地瓜偷别人的菜 全村的人会过来这样子 啊你怎么这个样子啊 你怎么这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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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就是大家会有一个羞耻心在这个地方 然后你有一个community的时候 就会有一个羞耻心 那特别是像现在的话 现在我们所有东西全部都 都在键盘后面 每一个都在电脑后面这个样子的时候 就没有一个community 你隔壁邻居是谁 你跟你隔壁的是什么样关系 他几岁 然后呢 他也不会管你 你也不会管他 对 那这个样子的时候 你就会觉得说 哦我不用在乎到我的这个羞耻心各方面的 所以说 呃现在其实是非常非常可怕的一个年代 而且我们越来越往这个样子的地方走 所以现在人们已经不太在意 你就说你说的那种community的感觉 或者那种道德感羞耻心的感觉 人们在意的不是这个 其实大家还是在意别人的眼光的 啊大家现在在意的是什么 说哎我拎着什么样的包 嗯我穿着什么样的鞋 我扎着什么样的腰带 我开着什么样的车 对我去哪里 啊我老公是不是王力宏 然后我这样一出来 别人一看见我这身形头 是不是就大概知道啊 我身价是多少多少 现在的人已经这个价值观呢 已经是变成了现在这个样子啊 所以其实你说我们都知道像这个羞耻感或者是道德感或者是正义感 这种东西是远远胜过那些我们拎的包也好 然后砸的腰带也好 开的车也好 远远是比那个更加珍贵的 来我们来看下一个这个留言 这个朋友真的是 哎呀非常实在真的感谢他 留了非常长的眼 让我们看完了之后呢 也是感觉到非常感动 这个朋友他这样说 说看完我们昨天的节目呢 他有一些感想 他说两位主持人的话字字滴血字字千金 好像有一点夸张 细想一下不夸张 如果是五年前看这个视频 我一定会生气 然后去research找到证据来反驳你们 然后强烈谴责 现在我不会去查证 因为不需要 我知道你们讲的都是事实 我的属灵导师 一对牧师夫妇 他们是刘叉叉牧师的同工 就是我们昨天在文章里面 讲到的那个牧师 是那个牧师的同工 他说他们近年的言行 跟你们在视频里面描述的一模一样 我们就不要在sugarcoat现今的情况了 借用John McArthur牧师讲的说 教会很大程度上已经沦陷了 这些教会的牧师长者 每天打开电视 看着左派操控的邪恶洗脑节目 却不觉得有什么大问题 你要是跟他们去谈论 他们说不过你 就跟你大谈 要从天国的角度看 不要被撒旦引诱 进入政治的圈套 传福音才是正事 他们一方面高举着 基督徒不应该参与政治的旗帜 另一方面去常常做着 视频里讲的 刘牧师做的事情 所以他后面也讲到说 这些神的仆人 也的确是在几十年 服侍神的过程中 真的是辛苦的摆上 真的是为神的国做建设 他认识的那些都是那样子 但是就说让他感觉到 非常痛心的是 就是这么几十年的 一直服侍神的 这样的教会的领袖 难道不是更应该 有属灵的智慧吗 这个也是我挺不解的地方 说实话 因为说实话 我们两个就信主也没有说 太长时间 如果要是跟 常年在教会里面 一直服侍 多少年 几十年的同龙牧者 那是根本是不可能比的 但是我就觉得说 大家因为读的都是 同一本圣经 那肯定在属灵的 分辨力上面 或者说神讲的 这些事情上面 应该会达成一个共识 但是我们现在看到说 的确有很多 就是说我们不要讲政治 政治是撒旦魔鬼的圈套 包括这位刘牧师 他自己那个评论 其实他做的 就是一个政治评论 但是他可能 因为我不认识他 我也不知道 但是我猜测他可能也是说 我们不要讲政治 或者我们不要碰这一块 但他自己就再做一个政治评论 其实这样子的人非常非常的多 然后支持各党派的牧师 然后他们不能讲政治的底线 其实有就是不一样 不一样 像例如说 我知道有一些 Facebook的粉丝团 然后他们是国民党的 那你就可以在里面 一直骂民进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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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不能讲政治 就是说我们不要讲基督徒不要讲政治 然后民进党的那样也是 民进党是 国民党怎样怎样 国民党怎样 蒋介石怎样怎样 然后随便骂 但是只要一讲到民进党 就说民进党请同婚 怎样怎样 我们不要讲政治 这些东西神有他的这个什么大能 怎样怎样怎样 就会觉得 这就是一个双标 那人会利用自己的党派来看神的决定 我觉得这是完全错误的 如果说各位大家都是基督徒的话 就是应该要用神的眼光来去看这些党派 还有这些政治上面的领导人来在做的事情 然后他们解出来的果子 所以说我是非常非常同意这个朋友说的这个东西 因为你常看到这种东西 我不知道你会不会这样觉得 就是如果说你看到了一个牧师被攻击 或基督教被攻击 你就会想去看说他在攻击什么 然后他到底在讲什么东西 然后你就会去挑他的那个毛病之类的 我也会这个样子 那这个人想做的事情也是这个样子 那么我必须说就是每一个人都有弱点 然后每一个人都有就是必须要谦卑的 这些地方 牧师常常最大的弱点就是 他们不愿意承认他们不会 这个也不光是牧师啦 就是每个人其实也都有 基督徒其实都会这样的 就是都会有啦 对 这个是蛮难的 如果你承认不会的话 好像就是你变得好像很笨一样 但是常常我们要知道就是我们的确什么都不会 今天我们讲这些东西 我们也是看了某个东西 然后看了某个桥段 然后才想出来这些东西 不是说什么我们很厉害然后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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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类的 但是像说牧师他们说的这些东西 真的在说之前的话真的就是要非常非常的注意 他们到底在讲什么东西 很明显的如果说他有任何一点良知的话 这位刘牧师 如果说他有一点任何逻辑性的话 他就知道他说出来的东西全部都是跟种族有关的 但是他在说他在反种族歧视 the whole thing doesn't make sense the whole thing 没有一个是可以贯通的一个东西 然后没有一个是可以合理化他在说的东西 但是他就是以一个牧师的身份 在基督教论坛报 我是在基督教金日报看到的 是吗? 对 然后这样子的一个outlet 然后这么多的人看到 这么多的基督徒看到 每一个人就看到 你觉得大家看到的是什么? 大家第一个会觉得美国是个白人至上的一个国家 川普是白人至上 美国有种族歧视 这东西没有一个东西是真的的时候 然后这个人一直那个 吴米一直在打种族牌的时候 然后他才是真正的种族歧视的时候 我们的牧师我们的教会因为他的肤色而去支持他 但是没人敢说出来 为什么?因为是牧师说的 这个东西必须要停止 然后这样子的东西必须要在基督徒的社群里面停止 我们要用神的角度来看这些东西 不是以任何牧师或者是任何他们所说的这个东西 是啦我觉得真的是 就是不光是说牧者 包括像我们这种做节目或者等等等等 真的要非常注意我们的观点和我们口中说出来的话 所以就是很多时候我们在基督徒群体里面就说有左派基督徒 有右派基督徒 有左派牧师 右派牧师 那很多人就会说说你不要分什么左派右派呀 说不应该是这样的 对不应该是这样的 但是但是你要首先要知道左派在做什么事情 如果基督徒要是同意并且大肆的宣扬他们去做这个事情 那是完全违背基督教的常识 完全违背神给我们的教导 所以我并不是说在这里做什么分帮分派 不是这个意思 但是你可以用这样最直接的方式可以看到说到底 what's going on 牧师不要被政治人物拿来当政治工具 然后基督徒不要被政治操作 基督徒要看得更清楚 就像川普这一次 很多基督徒就说我挺川挺到底 然后认为他自己是基督徒 也有人反川反到底 认为他自己是基督徒 那川普这个人到底值不值得你去投票 这东西其实是你要用他解出来的果子 然后他怎么样带领这个国家来看的 不是说 盲目的 说我就挺他 他以前做的都对 他以后做的事也永远都对 不可能的 当基督徒每一个就都要小心 然后去做这一点 每一个都要自己去评估 然后自己去了解 是就是拿神的真理来跟这些人来对比 看他们做的合不合神的心意 是不是好的 这样的话我们才能够在以后的选举里面 或者在生活中各样的事情上面 有一个比较清晰标准的这样一个目标 好 那非常感谢大家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 那接下来呢 还是依然由神奇传播给我们大家带来的 非常非常好看的 那些海外的宣教士 当年对中国人民都付出了什么 西洋浩劫爱神招 好 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是弗丽莎 我是伊特 那我们就下次再见了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哇 好多花好漂亮 姐 这朵花好美啊 真的很美 我们快踩好去布置餐会吧 发现你们了 啊 孩子们 快逃走 小鬼 看你怎么逃 给这个小鬼一点颜色瞧瞧 别在小孩身上浪费时间 走 给我全部杀光 连婴儿一起上 这里的人全部都杀死了 那么放把火把这里烧了吧 噩耗传到史洛伯牧师在英国的家乡 史牧师在英国求学的另外三个儿子悲痛万分 我真的好想念爸妈 主啊 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呢 孩子们 不要太难过 将来我们都会在天堂再见到他们的 谢谢肯纳为爵士 我们已经决定 等我们完成学业后 仍要继续完成父母到中国从事的教育工作 服务这群上帝也深爱着的人们 太好了 上帝会大大赐福你们的 另外我已经安排好了 这是一位在中国遇难者的追思会 追思会将在8月13日与伦敦埃克赛特会堂举行 仅代表遇难者的家属 谢谢肯纳为爵士所安排的追思会 这消息也传到两位来自澳大利亚的女教士家乡 她们的母亲是为失去丈夫多年 独自照顾两位女儿的寡妇 澳大利亚教会的弟兄姐妹们前来安慰她 桑德斯太太 愿神安慰你的心 你们来是特别向我祝贺的对不对 她伤心过度了吧 请你不要太难过 你的两位女儿已经为主耶稣的福音殉道了 不 我不是为自己的女儿殉道而难过 我难过的是 再没有任何的女儿可以去中国服务她们了 所以我已经决定亲自去中国服务她们 啊 你太伟大了 不 不是我伟大 也不是我什么无私的大爱 而是我所信靠的上帝将无私的大爱赏给我 使我能够爱中国 服务中国 这一切都是因为上帝爱中国啊 根据维基百科网的记载 古田教案是西元1895年8月1日 发生于福建省古田信的一场教案 当天 古田斋教教徒 袭击了正在古田华山上避暑的 英国传教士石洛伯及其妻儿和随行的其他女教士 在自私暴论中 总计有十一人丧生 除史洛伯本人外 其他受害者皆为毫无自卫能力的女性或儿童 史洛伯牧师来自英国一个极有名望的家族 赫赫有名的威灵顿公爵是他的祖父辈 西元1876年 他带着新婚妻子路易莎来到福州 开办学校 教育中国子弟 史师母则培训中国妇女同胞 然而 服务中国近二十年的史牧师夫妇 竟然死于乱刀之下 连尸体都被焚烧殆尽 西元1909年 史家长子史超裕前来香港 担任圣保罗书院的院长 他退休后 由在古田教案中受伤的弟弟伊尹继任该书院的院长 兄弟二人在该校服务共继五十余年 而另一位在古田教案中受伤的妹妹嘉福莲 于西元1915年来港任香港圣保罗女书院创校校长 史家三子史文轩于西元1907年来中国 在成都主持辅人学会 服务中国青年学生 史家以得抱怨的精神感动了一位中国青年 他就是后来推动平民教育和乡村建设的艳阳初 所以史牧师对中国的贡献并没有因他本人的遇害而结束 反而更加发扬光大 消息传到澳大利亚墨尔本 寡居幼丧女的桑德斯太太 不只将两个女儿的遇害看作是上帝的恩典 并决定亲自前往古田 学习适应陌生的环境和语言 继续完成女儿们所未完成的服务工作 因此没有比年于半百瓦居幼丧女的桑德斯太太 在古田的出现与服务 更能让人体验耶稣基督的大爱和赦免了 古田教案中的幸存者柯灵灯 一年半后结束在英国的多次治疗又回到中国 并在古田继续服务多年 然而他脸上无法修复的刀伤 正如耶稣手上的钉痕 无声却强而有力地 宣扬耶稣基督的大爱与能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